接着老师要来跟你各位同学讨论一个超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大考超级的爱考的 而你家断考我讲百分之一千万必出的内容 这一次他一定会问你说 怎么样的生物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同种生物 那我直接就破题了 最重要这句话你画成灰都不能忘 晚上睡着了 你帮他在你耳边亲切的问你 儿子啊女儿啊什么叫同种生物啊 你都要讲得出来 所谓的同种生物是指自然情况下 交配繁殖后不只要能够产生后代 还需要具备着怎样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 这样我们才叫他什么 我们才叫他同种 举最典型的例子 百分之一千万里的课本也是这个例子 是马跟驴 马跟驴可不可以交配 可以他交配生出来的姿态叫做螺 但是问题是生出来这个螺 有没有具有生殖能力 我跟你讲 螺不具有生殖能力 那如果螺不具有生殖能力 那我的马跟我的驴就不是同种生物了 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判读是否同种 可以接受吗 那下面是老师补充的两个例子 如果今天供狮子遇到母老虎 生出来的东西就叫狮虎 狮虎也没有生殖能力 所以狮子跟老虎肯定不同种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的诞生其实都蛮悲剧的 因为狮子跟老虎本来就没有生存在同个环境 对吧 因为狮子是在草原 老虎通常在比较丛林里面 两者根本不会遇在一起 而且我们讲也是自然状态 我跟你讲 这个通常都是人为 故意把它养在一起 有点像是扮逼它 它最后饥渴难耐 最后就生了 就生出这样的生物 我跟你讲 这个你有兴趣 你英文去搜寻Liger 你去搜寻英文Liger 你可以查到国外狮虎的记录影片 可以吗 下面这个东西叫做虎狮 那你就反过来 叫狗老虎搭配母狮子 那当然也没有生殖能力 所以也不是同种的 老师后面会仔细讨论它 等一下会给你看照片 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表格 我们先把同种的定义先搞好 所以虎狮就也不是同种 那再来黑人跟白人生出来什么人 灰人 你不要这样 我跟你讲 黑人跟白人生出来 我们叫它混血儿 对吧 我们要讲好听一点 那通常我跟你讲 混血儿有没有生殖能力 有嘛 而且我跟你讲 混血儿通常也都长蛮帅的 对不对 这个是蛮有可能的 因为不同人种 都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基因 那混血儿很容易 把彼此优良的基因 给呈现出来 所以我跟你讲 混血儿长得帅 长得特别好 其实是有依据的 像老师就混血儿 知道吗 老师是客家混米兰 所以我也是一个典型的混血儿 OK 所以我生殖能力 有 那人是不是都同种 我跟你讲都是 不管黑人白人 你还是要跟什么人 你基本上只要交配 都有能够产生 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 那这样 所有的人种都是 大家都同种 可以 不过这没什么问题 我跟你讲 下面这个才小心 黄金猎犬 可不可以拉不拉多 生小孩 可以 生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就叫做什么 就叫黄金拉不拉多 那我跟你讲 它的正式名字 我们通常都叫它米克斯 而狗狗 其实不同的狗狗之间 它都能够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 那我们就统称叫米克斯 因为是一个混合嘛 它的英文叫mix 但我跟你讲 你不能随随便便 在路上看到 你不知道的狗 你就叫它米克斯 很多宿主 通常都很在意 它不能接受 自己的狗被叫 除非它自己就跟你介绍 说我们叫米克斯 那你OK 那你不能在路上 乱叫人家狗是米克斯 有些人会很在意 懂我意思吗 好 那我跟你讲 狗狗 不同的狗狗 你说老师 黄金猎犬可以弄蜡肠吗 我跟你讲可以 就是你不同的狗狗 只要它真的能够 克服大小的差距 它们今天呈现那个外貌 只是它们基因的不一样而已 但实际上 它们都是同种生物 这就只是个体差异的一种 所以所有的狗狗 交配后 都能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 所以不同的狗狗 其实都是同种的 只是它的性状不一样而已 可以接受吗 最后一个叫三绵羊 三绵羊就没有生殖能力了 所以三羊跟绵羊 虽然名字都有羊 但实际上它不同种 先搞懂 这个表格都弄会 马跟驴 狮子老虎的例子 人 还有狗的例子 三羊是我额外补充了 这些例子 你只要能够get到 我想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你考试几乎已经稳稳的 那接下来就是老师额外补充的一些内容了 来我们就一起往下看哦 来这是一些照片 那我跟你讲 马跟驴 同属 它不同种 那生出来 我想可以有机会生出罗 那罗基本上是公驴跟母马 所生出来的啦 OK 但成功率基本上很低 而且因为它染色体不成对的关系 所以它不能进行有效的减速分裂 所以没有生殖能力 但我跟你讲 我们的罗 承袭的马跟驴的部分优点 包含它跑的移动速度 其实还不差 而且它有驴的一个忍受能力 所以它的耐久度比马来的好 可以接受吗 所以有点像是 它混合的部分马与驴的优点而生成罗 但毕竟它没有生殖能力 它就没有生殖能力 OK 好 这个是马跟驴的例子 然后底下 这都是黄金猎犬的混合力 实力 这个就是黄金混蜡肠 你有发现黄金是一种很神奇的狗 就是它不管影响谁 它不管影响谁 它都可以让人家变得津津的 所以这个就是黄金混蜡肠的情况 因为很多同学就会跟老师说 老师到底会怎样 老师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变成这样 就老师特别查到的 那中间这张图呢 是什么 是比较懂了狗狗的 中间叫黄金贵宾 黄金猎犬跟贵宾 狗生出来的 而这个呢 这个我看光看眼睛 其实你都看得出来了 它是黄金哈士奇 所以这些其实就是不同狗狗生出来 而且我跟你讲 它们都具备繁殖后代的能力 所以所有的狗狗 都是同种的 你务必要搞清楚 好吗 好 然后接着老师刚才跟你说 有没有给你看的那个照片吗 接着这个叫狗狗 那它是目前名气很大 为什么 因为它的体型 你记得狗狗狗狗跟母老虎生出来的 世界大的超级无敌大只 可是公老虎跟母狮子生出来的 却超级无敌小只 为什么 来这里老师有补充 老虎的体型生长基因 基本上你可以去想 它是一个抑制基因 就是抑制它不要长到太夸张 每个生物基本上都有一个这样的基因存在 为什么 要不然你无子竟然长下去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成体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 发育就到了一个点了 所以老虎 基本上这个生长基因 都是由公老虎所遗传的 而狮子呢 通常这个基因 都是由母狮子遗传的 结果 哇 如果今天我公老虎搭配到什么 我的公老虎搭配到母狮子 会发生什么事情 Double抑制基因都在你身上展现 所以当公虎母狮交配生出来的虎狮 就受到双重的抑制控制 所以它的生长会急剧受阻 所以它长不大 你会发现 然后狮子的中毛 但是它是老虎的脸 但它其实最多只能长到150公斤 是很小只很小只很小只的 然后整体而言 移动能力啊 捕食能力啊 什么都会比较差 而且会非常的虚弱 所以它很容易在小时候就夭折了 能够活到大的案例 非常的少 所以在全世界要找到它 基本上都只有部分人为 故意的环境下才有可能 所以它是非常少见的 那像上面 上面我刚才讲是不是就叫做什么 我回到上面去看 上面是不是叫做狮虎 那狮虎就变成它都没有抑制的基因 所以你可以了解了吗 为什么它会长那么大 因为它不受限制 虎狮被重重限制 限制住 所以它长得小 可是狮虎身上没有人叫它挺的基因 所以它会一直长下去 一直长下去 所以它很容易过重 像这个490公斤 你看多夸张 不过这种生物 因为它一直长下去 所以长到后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当它的器官开始无法附和的时候 它就可能开始 老年就开始容易有 器官衰竭等等的疾病 就容易伴随在师父身上 不过我讲 这些都是自然界本来不会有的 也都是因为人类的关系才诞生的生物 所以都会有一些缺陷的存在 OK 好 所以这是老师额外补充给你的 好 那希望藉由这个影片 除了了解 你考试的时候写的对 什么叫同种以外 你还可以多一些些 有关于生物的知识 我也觉得这样才是你学生物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影片 那一样有问题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如果你有查到什么例子 你想跟老师讨论一下 他是否同种 欢迎跟老师讨论 觉得影片不错的话 也帮我分享给你的同学 还是你想要长招 不想让同学知道 好 那就分享给比较遥远的同学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